1月25号上午,湖北省孝感市捐赠的68吨蔬菜抵达河北石家庄 这些新鲜蔬菜分装在6辆运输车中 由孝感市基善之家志愿者协会组织协调 以民营企业出资购买 于24号上午从孝感市出发前往石家庄 个别感谢湖北孝感的爱心企业 对咱们玉华区人民的关爱、关心和帮助 我们玉华区政府这边将以全部的心力 确保咱们抗议成功 在石家庄市玉华区政府门口 经过短暂交接后 这些蔬菜拉往指定地点进行统一分配 据捐赠企业副总经理王哲介绍 本次向石家庄市玉华区捐赠的蔬菜 都是来自孝感市 有红菜苔、白萝卜、大白菜等7个品种的新鲜蔬菜 我们作为一个湖北的企业 也是非常关注整个河北的一个疫情 所以说的话 我们要共同跟我们的一个兄弟城市去共克时间 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湖北孝感也是遭遇了很严重的疫情 我们已经过来了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特别的不容易 想到这个民生这一块物资的话 肯定是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组织这个爱心物资 能够及时地送到石家庄来 据石家庄市玉华区商务局局长崔秋生介绍 这些蔬菜经过专业人员对其进行快速检测 包括蔬菜样品和包装 检测通过后 由商务局负责将蔬菜有序分配并合理发放给 一线医护人员、社区困难群众及抗议工作人员等 咱们这些菜品到位后 我们立即安排咱们育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排了抽检人员 对咱们所有的蔬菜品种 内外包装及咱们农药残留 进行了统一取向检测 他们这是快检 20分钟可以出这个结果 检测合格以后可以尽快发放 据了解 本次湖北捐赠车队随行人员共9人 需在石家庄做核酸检测 等待结果通过后将返回居家隔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